近日,重庆图书馆第三季《格林童话之夜》浪漫上演,馆内布置成童话故事中的各类主题场景,经典名片《白雪公主》《灰姑娘》《青蛙王子》《小红帽》等也从书中走进现实,吸引两千余名读者到场参与。 据悉,重庆图书馆《格林童话之夜》自2017年推出后就受到广泛欢迎,本次活动现场设置了《格林剧场》《我与童话》《星空影院》《黎巴王国》《水晶舞台》《林中小镜》《梦想花园》七个主题场景,通过舞台剧、露天电影、立体绘本展示、VR互动、3D体验等方式,让亲子家庭重温世界经典童话。 诞生于德国卡塞尔的《格林童话》被翻译成一百多种语言,影响了许多代人。 当天,德国卡塞尔格林世界博物馆馆长皮特·施托勒也来到现场,与大小朋友一起狂欢。 施托勒告诉中心设计者,这是他第一次来到重庆,他没有想到《格林童话》如此受欢迎。 我非常感激烈,我并没有想到这个节目会有那么大,我并没有意见到《格林童话》中心许多语言。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棒的方式推荐《格林童话》,他们将中心许多语言,大家都能读得。 当天,《格林童话》的异作者杨武能也来到现场,与孩子们分享童话背后的故事。 他告诉孩子们,童话故事中不仅有王子和公主,还有各式各样的人物值得关注。 除了每年都要讲的《格林童话》的成因,《格林童话》的世界意义这些以外, 还有今年特别要讲,《格林童话》是非常丰富的,人物各种各样的类型。 因为每次来的小孩的化妆带都是什么公主王子,实际上《格林童话》里面各式各样的人,各个阶层的人。 其中还有手工业者,还有裁缝,有猎人,有士兵,有渔夫。 据透露,在下一季《格林童话》之夜,重庆图书馆和《格林世界博物馆》有望开展《格林兄弟》的相关展览。